關我孩子!關我孩子!關我孩子! 河北唐山市鸞南縣百戈莊鎮 一名三個月大的女嬰 4月4日 在百戈莊鎮中心衛生院注射預防小兒麻痹的集灰疫苗 事後哭鬧不止 一日上午在先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家屬事後已報警處理並送往解剖 但由於事件及要件要40多天以後才能出結果 孩子親屬到百戈莊鎮衛生院討說法 並在院門口掛上一個大橫幅 上面寫著 假疫苗害人 還我孩子 據現場圖片顯示 多名警察在場違問 網上片段更可見女嬰父親遭暴力對待 最後被拉上警車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 百戈莊鎮中心衛生院對方未否認事件 承受不清楚 即無法解釋 要記者親自到衛生院或派出所了解 是不是鎮中心衛生院呢? 哦 是不是有小孩在這邊打疫苗死亡了? 你站著問我這活沒法幹 你的情況你啥 你得上我的手上問來 這話說不清 明白了 我都把牌子手上 哦 現在安不安全呢? 你得回這些疫苗難不安全 這個沒法跟你解釋 據知情網民表示 女嬰的父親張和鈞來自河南 在百戈莊鎮按牛店村的華慶洗漁中心當搓澡工 目前事件皆知相聞 但卻未見媒體報道 質疑當局已下令各媒體封口 一個月來 中國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毒疫苗事件 毒疫苗從山東蔓延到24個省市 一度引發中國幼兒家長恐慌 不少家長不遠千里帶孩子到香港接種 導致香港母營健康院街道的 非符合資格預約申請大增 迫使香港衛生署上月底推出現苗令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林採訪報導 渡民採訪報導 你